大家好 我是金姆 我身旁这台海诗05DMI 是海诗系列里面的第二台车型 这台车呢 紧凑型SUV的一个定位 然后啊 大概的价格 我虽然现在不知道 我猜的起步价998大概率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今天试驾这台车试驾什么呢 重点在油耗 因为这个价格段 这个定位呢 其实很多用户关心的 油耗绝对是排在比较头位的 而且这台车它用了第五代DMG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海诗05DMI它的油耗究竟有多审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这台海诗05DMI 它的整个油量加到油箱盖的表面 就是把它完全的加满 来吧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台车加满油了 接下来对这台车相关的一些车辆工况 进行一些设置 全程我们会用HEV的模式去进行开 包括驾驶模式也是EQ的 同时呢 在车辆的能源管理模式 设置成AI能耗管理 就是有电的情况下 优先把电给用掉 现在呢 我们起始电量是20%的电量 正好是它一个溃电的状态 然后能量回处强度呢 调成标准 最后我们把相关的小进里程也进行清零动作 用日记录我们在这次油耗测试的相关信息 然后厂家呢 对于这台车的油耗看来很有自信 他们甚至搞来了两台摩托车一起跑一样的路况 那我们就实战见真章啊 看看这台海诗05DMI 全程看下来究竟油耗表现如何 海诗05DMI这台车呢 它电池是18.3千瓦时 纯电数量呢 是115公里 为什么要做油耗测试啊 很简单 这台车在动力上用了第五代DMI技术 那第五代DMI技术 大家都懂啊 秦L出来的时候 除了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价格之外 这个油耗是真的非常哇塞啊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第五代DMI技术在各式各样的比亚迪新车上出现了 那现在呢 就轮到这台海诗05DMI了 然后这台车呢 其实我今天的路况主要是城市路况 然后呢 全程是SEV模式去开 它在驾驶的过程中 无论是混动模式还是纯电模式的这种切换 其实我作为驾驶员 我不可以感觉我真的察觉不出来 它的整个模式切换的线性度 自然度是真的很好 对于驾程体验 舒适性绝对是上分的 而且这台车啊 我现在虽然不知道价格 但是呢 我相信它应该可能会有一个 纯电续航更短的 能够给到一个更加清明的售价的 结合这台车紧奏型SUV的一个定位啊 我相信起售价10万以内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你再看看这台车 起码我现在开的这个版本啊 配置真的还可以啊 D-Link的智能座舱 D-Pilot的驾驶辅助相关功能啊 该有的在这个级别里面我觉得都有 然后整个内饰的质感也还不错 然后开起来呢 我觉得也还蛮好开的一台车 不会让你觉得有它廉价的感受 包括内饰的质感也是如此 所以这台车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而且这台车的受众人群啊 我相信他们对于这台车的产品力 起码在油耗这一块 它的优先级排水一定是排的比较靠前的 那现在我开了60多公里啊 表现油耗是2.8升每百公里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继续开着吧 好了 我们现在又回到早上的加油站了啊 奋战了三个小时 我们最终一共是开了106公里 然后相关的一些数据和大家去汇报一下 那仪表上显示啊 我们的平均时速是34公里每小时 因为我们这一次整个行程中主要是一些香道啊 一些城镇的路况 然后它显示我们这一段里程是消耗燃油量3.5升 然后它没有就是说平均油耗 它只有最近50公里的一个平均能耗 它是把一些电耗也算在里面 上面显示是2.9升每百公里 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我们出发之前 它是20%的电量 我现在到达这个加油站呢 它是17%的电量 也就是说这个里程中其实有用到3%的电量 那么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接下来去实测一下 因为我们还是要通过实际加的这个油量 来换算一下这台车真实的油耗 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 来了 又来到早上的加油站 OK 挺好吃的 那我们回到早上的加油站 同一个加油枪 我们现在把这个风条撕掉啊 看看真正的油耗消耗了多少 好了 我们的油量加完了 3.48升一共实际消耗的油量 走 我们换个地方来算一算最终这台车 它的这个实际换算油耗是多少 好了 经过我们的一个实际换算 这台海誓05DMI 我们最终实测换算下来的油耗呢 是3.47升每百公里 怎么样 是不是还真是蛮低的 你说我省着开吧 其实我车里的空调全程是有打开的 车里也坐着两个人 对吧 我就是驾驶方式比平时稍微温柔了一点 开出来的一个真实油耗 然后这台车其实官方它NEDC的一个油耗 是3.79升每百公里 就我这个开法还没有很极限 就已经比官方的低了 而且今天他们还搞了这个摩托车 拿来可他比 摩托车的一个加油量 我是加了3.48升 摩托车加的油量是4升左右 像我今天开的真的就是0.26元一公里 非常低的一个用车成本 那对于这台车 还是那句话 它的价格我相信998起步大有可能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去微博疯狂at一下卓总 好吗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金木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